2020年3月7日四旭期第一周星期六尼撒读经分享 你们一向听说过,你应爱你的近人,恨你的仇人 我却对你们说,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,当为迫害你们的人祈祷 马逗福音五章四十三到四十四节 分享 耶稣引用勒美己十九章十八节所说的原文是 不可復仇,对你本国人,不可心怀怨恨,但应爱人如己,我是上主 天主并没有叫人去恨仇人 耶稣要当时的听者,他们大部分是犹太人,也有爱帮人在其中 留心天主的话的本意是分令人该彼此相爱 而民众却会加上自己的看法,以至扭曲成你应爱你的近人,恨你的仇人 所以,耶稣纽证错误,说清楚天主的旨意是叫人去爱所有其他的人,不分敌友 其实,道理很简单,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,对吗? 问题是我们相信天主吗?还是我们相信魔鬼的谎言呢? 马逗福音五章四十三至四十八节 生命纪技术了梅失将天主的话对以色列人,实在是对全人类说的 人若遵守天主的话,便成为天主的人,是圣洁的,光荣的,最幸福的 我们真的要认真去选择该听谁的话,天主的或是魔鬼的呢? 天主已将生命和死亡摆在我们面前,他让我们负责任地去选择 生命纪二十六章十六至十九节 天父,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归向你,使我们懂得追求永生,并努力实践爱得,虔诚地侍奉你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,阿满,罗拔臣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